大家好,养兰花最常遇到的一种问题就是兰花出现干尖的情况 大家看我这一盆兰花就出现了几张叶片干尖 那么兰花叶片出现干尖是在提醒我们它这个根系需要养护了 因为它根系出了问题之后就会反馈到这个叶片上面就会表现为叶片干尖的这种现象 那么在它叶片出现了干尖大多数都是因为它水晶头出现了一些发黑 单单只是出现一些干尖的情况就说明这个植株它根系发黑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只是比较轻微的现象 那么在现在我们只需要把它的根系着重的养护一下 就能够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 这个叶片是不可能再恢复了 只会让它新长出来的这些叶片更加的茁壮脆绿不会出现干尖 那么给兰花养根不得不提的一种养根料就是这个蓝君王 它有非常强的养根作用 它本来就是为兰花量身定制的一种菌剂肥料 我们把它对水稀释之后直接给这个兰花交换就可以了 能够有很强的养根效果 能够给这个兰花补充到有益菌群 对于它长根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把它放到水里面搅拌溶解之后给它交换就可以了 像这种兰花出现干尖针对性的给它养根的最好的养根方法 还是给它使用这个蓝君王 既能补充菌类还能促进根系的生长 让它的这个根系处于一种有优势的地位 兰花出现干尖 大多数情况都是根系这个水晶头出了问题 就是出现了焦黑的现象 我们注意把它的根系重新养活跃起来就可以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